穿上紫色休闲运动外套 艺人明道自信摆出帅气姿势 替在地服务中品牌代言 中秋前夕回台湾说是要多陪妈妈 主要回来明天要去看我妈 对 我觉得多留一天没家看我妈 近年来明道转换跑道 常在中国直播带货 曾经直播8小时直上一次厕所 被窥憋尿带货大王 与侯惠城合作直播 吸引300多万粉丝在线 也和金珠世帝张成光直播6小时 销售总额突破1.2亿新台币 妈咪拜拜 你会不会觉得会有失落感 对不对 那时候觉得你不是那么重要 对不对 成绩就每天随缘 其实大家只看到好的部分 因为发稿都看到 哇怎么卖多少钱 实际上我们也常常卖很不好 然后也常常要花很多宣传的预算 真的那个花起来 那个广告费就比如说你要那个 就很恐怖 变成当红直播主当年的唱歌才艺 似乎已经放下 唱歌其实很少 不知道这个要看大家 年轻一辈你们期待了吗 你知道183是什么东西吗 哦哦哦哦 我觉得现在自己的演出的 任务大了很多 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 所以有机会的话 现在景气不好 价钱都可以商量 种小小的种 只开小小的花 早已晋升二宝霸的名道 不止中国直播市场 经营有成 自己也在法国制产 事业家庭两得意 明镜新闻购在年 可以全会到台北报导 紧接着三位事先看白身